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苹果的现金奶牛是手机业务,可是近几年的全球手机市场,一个惨自了得。 2022年,全球智慧型手机出货量不到12亿部,同比下降了12%,即便强如苹果,也无法逆转大环境。 有1%的增加,已经相当不错了。 但问题就在于,苹果过于依赖iPhone对公司提供的大量现金,如果一旦手机业务线出现问题,那苹果可能直接就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。 问题是这样的窘境,一时半会儿还看不到解决的希望。 这几年的科技圈风潮,比如VRAR、元宇宙、ChatGPT等,苹果是一个都赶不上。 吹了好多年的苹果汽车,之前就有媒体报道称,自动驾驶测试时,仅仅两个月就出了16次事故。 这样的事故率,怕是不敢给消费者使用。 不过就在近日,苹果宣布将会与高盛合作,推出Apple Card高收益存储账户。 简单地说,就是把钱存入这个账户中,就可以获得一定的每日收益,并且还可以随时存取到任何的银行存需账户里。 最重要的是,Apple Card的账户收益还特别高,年化收益率高达4.15%,换句话说,就是存100万元在里面一年,就可以获得4.15万的利息。 这个收益相当夸张。 要知道,这和美国的相关银行相比,更是高的夸张。 毕竟美国全国银行的平均年利率也就只有0.35%。 这对于普通用户来说,简直就是苹果送钱了。 不过,即便是美国本土用户,Apple Card内这项服务也仅仅只是内测开放,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开通高收益存储账户。 可能有人会好奇了,作为全球市值第一,现金持有量第一的公司,只需要做好自己的老本行就好了。 为什么还要趟金融,这个浑水呢? 答案是,苹果自身有了危机感。 在手机业务线疲软,其他科技行业风口又赶不上的情况下,苹果自然会有危机感,必须挖掘其他新的业务增长点。 对于拥有庞大现金流的苹果,金融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,加上之前还推出过Apple Pay Later服务。 苹果顺势推出Apple Card高收益存储账户,看起来也是相当的合理了。 并且,苹果走这条路,你还真不能说它走错了,毕竟就目前来看,用户对于苹果的金融服务热情还很高。 之前推出的Apple Pay Later服务还增加了产品的销量,同时还给公司带来了利润,可谓是绝对的一举两得。 苹果MacBook组装商广大电脑,4月下旬与越南南定省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,将在越南南定省投资1.2亿美元建厂,一期占地22.5公顷。 据了解,该工厂位于美顺工业园,将是广大电脑在全球的第9家工厂。 对此,广大的高层表示,在考察了越南多个省份的发展潜力后,最终选择了南定省的美顺工业园作为项目的落乎地点。 他们表示,将尽快推进项目的实施,并希望得到南定省政府的支持和协助。 广大电脑是全球最大的笔电制造商之一,也是财富全球500强企业之一。 除了笔电业务外,广大电脑还涉足云端运算、企业网络、行动通讯、智慧家居、汽车电子、智慧医疗、物联网和人工智慧等领域。 目前,广大电脑在中国、美国、墨西哥、德国、日本、韩国和泰国等地拥有8座工厂,年营收超过400亿美元。 这次广大电脑宣布投资5000万美元设立的越南子公司,为东南亚除泰国以外的第二个生产基地。 广大表示,越南厂将按照业务需求分批投资。 广大先前到泰国设厂,是从物联网等小型电子产品开始,随后扩大到伺服器、笔电等产品线,未来会根据客户需求开展相关投资。 值得一提的是,此前有报道称,苹果计划今年上半年开始在越南量产MacBook,苹果公司也正与供应商洽谈在泰国制造MacBook的相关事宜。 与此同时,苹果在6月初举行的全球开发者大会WWDC上会按照往年一样展示其最新的软体更新,包括iOS17、WatchOS10、MacOS14等。 其中,iOS17作为苹果最受欢迎的作业系统,备受关注。 近日,彭博社知名苹果记者Mark Gurman在参加播客节目时透露了苹果iOS17更新的一些重点,包括改进钱包应用和FindMy服务。 他表示,即将发表的iOS17与之前的iOS15比较相似,因为它将主要集中在更新核心系统应用。 而不是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或突出的新功能,如iOS14的小部件或iOS16的锁定荧幕设计。 另外,他还透露到,苹果公司为了遵循欧洲数位市场法案,可能会允许用户在欧洲地区通过第三方服务安装应用,而不需要使用App Store。 这样,开发者就不需要支付苹果的15%至30%的费用。 其表示,这个功能可能不会在WWDC开发者大会上公布,而是像苹果之前在荷兰,为某约会应用提供第三方支付系统一样,悄悄实实。 除了iOS17外,苹果未发表的三款Mac新品,一位开发者在深入挖掘Find MyPage大案之后,发现了三款尚未发表的Mac机型。 这三款新的机型,标识符分别为Mac 148,Mac 1413和Mac 1414。 根据Apple支援网站上的讯息,M2系列的每台Mac都使用Mac 14X标识符。 因此,这些新Mac机型应该都是搭载M2系列晶片的新品。 目前,苹果官网在售的Mac系列机型中,已经升级到M2系列晶片的包括MacBook Air,MacBook Pro和一款Mac Mini,还有iMac,MacStudio和Mac Pro还未升级。 其中,iMac,MacStudio使用的还是M1系列晶片,而Mac Pro至今都没有更换为苹果自己的M系列晶片。 不过,据MacRumors报道,苹果将在今年下半年量产M3晶片。 这颗晶片将被应用到MacBook Air,13英寸MacBook Pro,24英寸iMac和Mac Mini等产品线上。 据悉,苹果M3晶片代号EBISA基于台积电3奈米工艺制程打造。 相较于5奈米制程,3奈米制程的逻辑密度将增加约70%,在相同功耗下速度提升10%至15%,或者在相同速度下功耗降低25%至30%。 跑分方面,苹果M3晶片单核基准测试成绩为3472分,多核基准测试成绩为13676分。 如果将这一成绩与2023款16寸MacBook Pro搭载的,M2 Max晶片单核2793分,多核14488分对比会发现。 M3晶片单核成绩高出了24%,多核成绩仅低了6%,拜台积电300米工艺所赐,属实恐怖。 如果换成M2 Pro晶片,其单核2661分,多核12215分,M3晶片的单核成绩高出了31%,多核成绩高出了12%,效能表现优异。 尽管苹果还在更新自己的晶片。 回归开头提到的,苹果开始推出金融服务,其特点就是来钱快。 如果苹果彻底投入金融的怀抱,那就不会有灰投入。 如果一个科技公司习惯了赚快钱,那么在研发上势必会受到影响。 毕竟科技研发是需要前期大量投入金钱和时间成本,拿有金融上赚快钱来的爽。 以前有句玩笑话,叫任何科技公司,到最后都会变成金融公司。 不过让人想不到的是,苹果这种科技公司也逃脱不了这个定律,即便是世界第一的科技公司。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